陆克来台瑞检观光业受到冲击 为了打破这段旅游淡季 近百家厂商一连四天 在台中世贸中心举办旅展 主攻国内的秋冬旅游 像是泡汤、赏风和圣诞跨年等商机 最低下沙2.6折 力拼内需市场 判人冲淡陆克观光业的不景气 国内旅游自救联合出乡 平成存、平经济 厂商联合宣誓 象征打破不景气的决心 受到陆克来台瑞检影响 有近百间的旅游厂商 一连四天在台中世贸中心 举办国际旅展 打出了最低2.6折的优惠 来冲淡这波的不景气 现在国旅的业者的部分的话 也因为整个的国内空房率的增加 所以业者也执行的 做了很多的一个 自救的一些活动 有相关的很多的一些促销 包含了一些加送晚餐 或者是在把在房价上面 做很多的一些优惠 那整个的一个会场 一个那个目标的部分的话 当然是以希望能增加 消费者的一个买气 主办单位表示 响应南向政策 国际线除了日韩港澳等热门景点外 有多家业者也在秋冬凉爽季节 强推东南亚行程 而至于国内旅游的部分 不只推双十点价优惠 也主推泡汤 赏风跟圣诞跨年 任秋冬的旅游行程 今天成长 像我们今天开展的话 前面就挤满了人 对 相较往年的话 是到后面 后期的话才看到人潮 但我们没有受到陆克的影响 反而因为南向政策的关系 我们泰国团成长的六成以上 有的业者拼降价促销 来填补陆克工工财 有的业者平常就是散客自由行居多 不受影响 反而也因为路客少旅游品质提升 带动其他国家旅客来台消费 无论有没有受到冲击 这一次都是为了秋冬旅游市场 来提前卡位 民众多看多比较 也许就能减到好康优惠 就得这样台中才放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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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